就在刚刚 兰博下播后与粉丝聊天 一改往日风格 变得平和重粉 与粉丝正常谈论了 最近流量热度下降的原因 搞车队等 以及下一步的计划 也谈到了爱罗视讯俱乐部 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我你徒弟多 粉丝粉丝对他们直播间 这很正常 没事的 这都无所谓的 兰博火到现在 也是跟他很大的格局有关 从不吝啬自己流量 车队 车队不能搞 车队搞就凉了兄弟们 车队真的不能搞 搞就凉了 主要是哎哟 我现在掉防罐掉太快 你知道吧兄弟们 我控不住啊我 我特别要是能控住半个月 那亮上去了 我控不住啊 就比了特别的 我那个王牌 王牌4200分的时候 我特别能控住半个月 我先为什么亮高 我控住半个月啊 那每天看着多精彩 每天都在大结局 我去 那看了能不能不懂吗 我心里太猛了 我都没办法打 兄弟们知道吗 兄弟们 你有没有看到我最巅峰的时候 兄弟们 那时候不是说 不是说直播内容的问题 是他喵的现实 控不住你知道吗 控不住啊 真的控不住兄弟们 对控不住你知道吧 太难了 这个版本的喵对我是死吃极消弱 就是因为那时候 他每天我都能 空到4200分左右 然后看了就很多 因为每天大家都感觉 要掉来了 我自己也感觉要掉来了 所以看了就特别多知道吧 那现在 喵他掉得太快了 你知道吧 那有人还没看了 那就结束了 对我现在少年控不住了 我说了我这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控不住 这个旁边我控不住 我能控的 我还是不掉下来 我流量率越高知道吧 兄弟们 知道了流量率越高知道吧 懂吗 我就说了我控不住 烦死了 打骂你啊 让他们打骂你啊 打骂你 那效果烂满 我去 那边呢 每天人都在涨 考核粉丝大家都喜欢新银感 对 罗子这个粉丝 罗子这个直播内容 确实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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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子这个热度 最应该呢 也能吃三个月左右 挺好的 唉 我真的不想搞呀 虽然说那很赚钱 但是 哪怕很多事情很商负 很干嘛的 能手势够呀 随便叫都有人合作呀 眼睛闭着 每天都有人问我要不要合作 现在看罗子每天考核 考的头疼 不是啊 不管是什么直播内容 都是有一个时间的 但是他现在目前是做的很好的 都是有一个那个前期的 很正常的很正常的 就跟我一样嘛 我自己就是线下级主播呀 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外面看自己 填粉多不多 填粉多就能稳住呀 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你们可以跟我说呀 我又没公司 我特别只能听你们呢 你们想看什么 我特别播什么 忘了找 兰博虽然在很多人 不了解的眼里 可能是小丑角色 但是越了解 你越会发现 他的格局 对朋友徒弟 对周围的人都挺好 有啥说啥 真是真诚 伙计们 你们有什么想法 欢迎留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